据美国纽约邮报报道 在加沙医院遭袭制约500人死亡后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8日 在从以色列回国途中对记者说 恐怖分子得学会如何准确射击 在此之前 拜登刚刚在以色列表态称 情报显示似乎是恐怖组织发射了偏离弹道的火箭弹 导致加沙医院重大人员伤亡 英国每日邮报称 拜登最新说法是在嘲讽哈马斯 他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 纽约邮报称 从以色列回美国途中 拜登在德国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说 我并不是说哈马斯故意这样做 还是那句老话 得学会准确射击 这已经不是哈马斯第一次发射不正常工作的武器了 他补充说 我不知道所有细节 但我知道我所尊重的国防部人员和情报界人士 都说以色列基本上不可能这样做 每日邮报称 拜登最新说法是在嘲讽哈马斯 综合媒体报道 针对加沙医院遭袭事件 拜登18日早些时候说 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情报 这是加沙一个恐怖组织发射的火箭弹 偏离弹道造成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阿德里安娜·沃森 18日发表声明称 根据分析结果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现 以色列对昨天加沙医院的爆炸事件不负责任 一名官员透露 美国情报部门收集到的初步证据表明 使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射的一枚火箭弹造成该事件 美方说法与此前 以色列的指责如出一辙 据媒体此前报道 以色列国防区发言人将这起事件归咎于杰哈德 该发言人主张 以国防区没有袭击加沙的医院 使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射失败的火箭弹 击中了医院 另一方面 对以方的指责 杰哈德发言人驳斥称 这是一个谎言 这是捏造和完全错误的 占领者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平民犯下的可怕罪行和屠杀 当地时间17日晚 加沙阿赫利阿拉伯医院遭遇空袭 造成约500人死亡 拜登的最新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 受到一些网民的批评 有人说道 这真是难以忍受的冷漠无情言论 有网民说 这是一个玩笑吗 有人抨击到 美国总统竟说出这种轻浮且令人厌恶的言论 还有人说 近几个月拜登令人非常难堪 现在他变得更糟糕了